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是一片肥沃的大地 住在這裏的人性格既樂觀又開放 今早有酒今早醉 是普遍中南美洲人的座右銘 徹夜的嘉年華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巴拿馬人不管明天會不會失去工作 今天最重要是開派對, 喝酒作樂 這些嘉年華是否花很多錢 當然, 因為用花車, 有股額, 有本糧方面 當然要十二三萬元, 幾乎一次 中國人的保守, 勤力賺錢 相對於巴拿馬人的開放, 爛散 就顯得格格不入 也突顯了中國人在他鄉的成就 今年已經八十四歲的陳坤慶 活體他鄉五十年 父輩在二十世紀初飄揚來巴拿馬尋找新生活 當年, 老一輩的巴拿馬華人 全部都是廣東人 當中以陳氏家族最為掩客 家族中最響當當的人物 首推陳坤慶的哥哥陳鳳天 他擔任過國家銀行的董事長 開設全國最大的製衣廠 歷任的巴拿馬總統都對他例如有加 而眾多陳家的顯客事跡當中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可算是四十幾年前的 家聯合會 這時候我哥哥正在在紅十字會做委員 趁著這個機會 就應該我們教後家聯華會 聯合大家的熱土人增加的感情 就可能發展以後就沒有這個反華 1940年 巴拿馬政府發表國家主義政策 種族歧視 令黃總人成為當地人的眼中釘 在舊成唐人街聚居的華人 慘逢暴劫 當時排環很能練 所以中國人受害很深 有些店舖及各方面 很低價廉價購買了 有些就搶奏了 中國人在這裡的生活 就不能依賴 很多都回到中國 為了排除彼此的怨恨 陳家打破中國人的保守 融入趴鄉的奔放文化 出錢出力 舉辦多次家聯華和選美 這日陳伯帶我們去探望當年在嘉聯華會選出來的選美皇后 她的侄女陳明媛 可不可以說一些以前你在巴拿馬的嘉聯華會參加選美的事給我們聽嗎 陳氏家族的努力付出 換來排華怒朝平式 亦延續華人在巴拿馬的優越地位 在巴拿馬市近郊 有一座充滿中國格調的公園 這個公園佔地非常大 而要求巴拿馬政府撥地興建這個公園 正是陳奉天 他很希望在二鄉全揚中國文化 中式公園 能夠令巴拿馬人認識中國的美學 而他開辦的中文學校 就更直接將中國文化 直跟巴拿馬 我對巴拿馬非常貢獻大 致任巴拿馬國家銀行董事長 其實本來有收幾千元一個月 其實根本都不收 歸入這個國家的國庫 最近在工廠裡有350工人 從來沒有發生過 對工人有一種麻煩 已經有15年歷史的中巴學校 籌辦的經費全部由華僑捐贈 不單是中南美洲最大規模的中文學校 也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名校 中國人的學校在巴拿馬 中下深遠的影響 除了為數百分之六十五個學生 除了為數百分之六十五個學生 中華人血統 其餘都是巴拿馬人 他們深深渴望認識中文 為的是可以在商界大展拳腳 因為在巴拿馬 中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同樣重要 同學校的浴室 陳氏家族 成功令中國文化傳重於巴拿馬 今天卻面對極大遺憾 是很困難的 但每天他們都會說幾乎 湯馬斯川 陳鳳天的獨生子 雖然繼續經營已經識微的製衣廠 但是就因為不懂中文 不認識祖國 不想打理祖業 以成為陳氏家族的他鄉遺憾 和大遺憾 一向天平 和大遺憾 為父母很喜歡我 在國語上 我懷疑不認識中國 的擁抱 &竟然不是認識中國的 肯定是 reminded 的 移世亦 訂單越來越少 Thomas不理 陳坤慶亦如沖 那你的詩到現在大概寫了幾首 我現在來說 笑說這麼多的都有五百首 一首首緬懷故鄉的詩 道盡他鄉遊子的詩鄉心情 亦歸籍他多年的他鄉漂泊 上一輩的他鄉華人 在巴拿馬開工廠做餐館 新一代的移民 最希望在這個地方立足 混合另一端的自由貿易區 一個中國人 在這裏成為最成功的大商家 在巴拿馬的自由貿易區舉世之名 自由貿易代表財富與機會 在他鄉有財富與機會的地方 怎會沒有中國人的足跡 在美洲做生意的商人 沒有人認識巴拿馬的自由貿易區 在自由貿易區做生意的人 一定認識中國人 張慈修 由上海到香港 又由香港到美洲 張慈修 在四十幾年前 決定落腳巴拿馬 為的是財富 最新年前的巴拿馬 都是比其他國家好 第一 巴拿馬的國家 比其他國家比較小 不是那麼大 最主要區是 它是用美經 最主要區是一個自由區 可以來到巴拿馬 到現在 都在最高的自由區裏 做生意 做了三四十年 三十幾年四十年 都在自製區裏做 今年已經七十四歲的張慈修 仍然充滿活力 他一生 經歷巴拿馬的變遷 亦見證著 自由貿易區的發展 和興往 今日 他做的主要是貨倉租租 每次的交易金額 動載超過百萬美元 名副其實的大買賣 其實是由開始你在這裏做事 至到現在你建了幾多個貨倉 貨倉都有二三十個大的貨倉 不過一個貨倉是一個一個一個變成小的馬 是一個大的 還有一千個小米 還有兩千個小米 還有一個分區 看看你的生意怎麼大 要去到別的地方 1948年 巴拿馬政府將運河大西洋出口 科龍市東北角的一個小區域 劃為自由區 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區自由運出 或者運入貨物和原料 甚至設立業務機構進行批發零售 而最重要的一點 是巴拿馬政府完全不收取任何稅額 中國人做生意頭腦靈活 張慈修是自由區第一批做生意的中國人 他在這裏的生意越做越大 自由貿易區的管理委員會 就邀請他擔任執行董事 四名成員只得他一個是華人 雖然張慈修家財無數 生活無憂 他仍然選擇在巴拿馬繼續拼搏 他的足跡騙及整個美洲 因為他深明各地人做生意的特性 所以無枉而不利 每個生意到南美洲的人生意的不同地方 就是一個問題的深深角度 你跟每個人做生意 特別每個人由他做生意 譬如說他找你訂一個貨 訂一百大雪山 你的雪山人必須兩三十五個 他就要退貨 那麼南美洲人的申請 跟每個人都不同 譬如說撞到這樣的案子 你就跟班辣馬或者南美洲人 現在一大貨不好 我一大貨不收你錢 他很舒服 他就記他夠了夠大 他就承認了 他起碼一大貨不收錢 他都很滿足 他絕對不會跟你說 你一杯我也不要了 他的生意沒有那麼小 那是南美洲人 所以南美洲人 有些像中方圓 東方圓那些 有些厚度 有些形青味 自由區 象徵自由 秩序與機會 不單止是巴拿馬人向往之地 亦是眾中國人拼搏之地 但是一場之隔 就是拉丁美洲國家中 最令外國人感到嘔心的科隆市貧民區 一個代表貧窮罪惡的三不管地區 頭溫飽的中國人當然會遠離 但是凡事總有例外 在自由香港外邊的圍牆以外 是很多貧民區 亦都治安很差 那你們覺得這個生活環境 都是可以接受嗎 如果是生面孔的人 比較容易受到他的攻擊 搶之類的事情 那你初來落腳的時候 又會被人搶過嗎 我都試過 去街市買東西來給錢的時候 那些鬼就是這樣 傳出去 來自殷平的馮培堅 因為父親在巴拿馬經營牛肉店 而在88年移居過來 在他鄉的他 雖然一直沒有機會發揮 他在水產培植的專業知識 但是科農士 合藝的生活 就給他有充裕的時間 鑽研電腦科技 現在他為自由香港設計程式之餘 亦都跟他太太 以電腦化的方式 經營這間雜貨批發電 對,他也有充裕的,也有充裕 對,他也有充裕 對,他也有充裕 他也有充裕 他曬一曬才再做 我們眼前的貧民區 所有的房屋都是破破爛爛 一家十幾口 倭居在這些上百年的木屋 居民在經常停電的悶熱天氣下 都寧願在街上樓塌 我們遇上的 都是帶著空洞的眼神 百無了賴的人影 對我們來說 就好像進入了一個異域 所以對書上的警告 外國人避免單獨走出中央大街的範圍 我們就不敢掉以輕心 黃先生聽說這區 是拉丁美洲最差的貧民佛樣 其實的治安和居住環境差得怎麼樣 好像那些爛木屋 以前的廊屋都很多爛木屋 人們自賣很多 現在都慢慢灌下去 但是那些爛木屋 一戶人裏面治十個八個人 那些都是窮人治的地方 他們是否經常都沒有工作 是呀 因為很多方面的原因 他們都沒有找不到工作 加上他們找到工作 又不是很想去做 變成很多時候都失業了 我想要一些家庭 真的一點都收入都沒有 我想都是受到少搶感 那些爛木屋 與罪惡之徒為倫 有時好像與狼共枕 為了保衛家園 馮生馮太 自備槍械和防衛犬 為防半夜 有匪徒入屋冒洩 他們只好前鋪後居 不過縱使已經為家園 裝上三層的大鐵站 在那段社會動亂的日子 他們都逃亡過困獸鬥的困境 當時處於無政府狀態 那時候很多超級市場 那些大商場都被那些人搶劫 我們那邊那個門口 都被鬼徒攻擊過 你們這間的受害情況是怎樣 我們沒有什麼大的損失 當時他們有十幾人 就是拿著一些槍 去我們那邊 那個門 那裡、開槍打個門 但是我們裡面也要人 在裡面 開槍警告他們 所以最後 Kazda走 快到了很多를發自擊 噪得很 Who 很像 conference 會守我們在巴拿馬 遇上的華人 无论是孤身飘洋过海 来寻找新生活的老移民 或好似冯培坚 这些来投靠亲友的第三代移民 他们都是要在处处敌意的环境中 忍辱负重 生活环境无论多么危险 中国人都照样在这里生活 纵使多么提心吊胆 为的都是生活 中国人虽然能够凭着勤奋的民族性 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但是要避开恶劣和敌意的处境 华人毕竟大都要过着一种 自足为常的小圈子生活 非洲肯雅的原始国道之上 寻藏无穷的生命力 亦寻藏无数为生命奋斗的他乡故事 数以万吨的吞拿鱼 见证香港人在肯雅 怎样成为鱼叶大王 怎样改造非洲人的饮食文化 一封家书 鼓励着他乡工程师 誓要在废铁堆中 尋找出光辉将来 在肯雅最大的华人家族 出现首个华人酒店大亨 下一集 森林和原野上的中国人